俄罗斯正在研制一种激光炮,它能将太空碎片炸出天空,据说,目前地球上层大气中,漂浮着1.7千万颗垃圾,但只有2.2万颗被追踪到,大约7千吨的太空垃圾,环绕着我们的星球,因为废弃的卫星,火箭和其他金属和岩石的垃圾,在地球附近堆积, 诸如移动电话、电视、GPS和天气相挂服务等技术依赖于卫星,因此灾难请的一系列碰撞可能对我们已经过度依赖卫星造成威胁 其结果是,一家克里姆林工知识的公司,正在研究于一种技术,这种技术可以让这些废弃的卫星从地球回到上蒸八表,俄罗斯正在研制一种激光套来清除太空碎片 现在,人们相信地球大气中漂浮这一七千万颗垃圾,俄罗斯联邦航天局Riskosmos下属的科学和工业公司,经历一期系统MPKSCT的研究人员已经起草了一份提案,并提交给了俄罗斯科学院 该提案详细说明了该公司计划如何创建一个,包括固态激光器和发射接收字是一光学系统的光学检测系统 请说太空碎片的过程将依赖于所谓的激光消融,其利用热能慢慢蒸发物体 据说,将作为激光泡基础的三米宽的望月镜正在建造中 太空碎片对太空旅行是有害的,随着地球的低回到,继续变得更加拥挤 包括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专家们已经警告了它的危险 轨道碎片的首席科学家蒂古拉斯约翰逊说 这和这些碎片都有可能严重扰乱或终止在禁地轨道运行的航天器的任务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